真的不用再神化星剑了 它没那么可怕 马斯克的星剑终于发射了 热度超级高 基本上还没发射 平台上就有百万热度了 发射后更是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 大部分人对星剑过分敏感了 有人讲星剑是要改变世界的 不管炸上多少次那都是无所谓 只要有那么一次成功 那就是全人类的胜利 把星剑神化到星辰大海的第一步了 也有人不喜欢马斯克 总觉得它是吹出来的 但是它真的能承受得起吗 如果从星剑的研发历程来看 马斯克的确是值得所有人敬重的 当年马斯克顶着所有人的质疑 创办了SpaceX 被人惯于人傻钱座的称号 SN8、SN9、SN10、SN11等重型火箭 一个个爆炸 更是让马斯克被资本嘲笑 恍而不识 但是他却一句话 移民火星成为科技爱好者的宠儿 相比起躺平的NAS和朱利的资本来说 马斯克敢于挑战寒天 当然更加让人佩服 而那些爆炸的火箭 其实就像是烟花一样 虽然很短暂 却让人印象深刻 马斯克也因火得福 不仅甩掉了傻帽的形象 反而赢得了硅谷钢铁侠的称号 SpaceX做得越成功 马斯克的科技狂人的人设就立得越稳 星剑就是马斯克火星登陆梦想中 最重要的一步棋 如果能成功 那么它将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里程碑 从个人角度来看 马斯克确实值得人尊敬 这也是很多人崇拜他的理由 但问题是 这是马斯克一个人做成的吗 当然不是了 SpaceX背后有大量的NASA和军方的影子 甚至是美国的整个商业航天公司 都是NASA一手推动的 如果你仔细看看SpaceX 蓝色起源等美国商业航天公司成立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它们都是在2000年左右成立的 是不是很巧合呢 其实就是NASA推行的航天商业化模式 上世纪90年代 苏联解体后 美国各行各业就开始享受起胜利的果实了 政客们借机捞钱 军方到处拱火买武器 科技企业搞起了全球产业链 真的是盆满钵满 但是唯独NASA特别尴尬 它本来就是冷战时期成立的 目的是和苏联搞太空争霸 说白了就是花钱正面子 现在没了苏联 美国航天技术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在美国人看来 NASA再花那么多钱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因此在别人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 NASA却过得越来越悲惨 不但项目减少 经费也缩减得非常厉害 NASA当然也不爽了 尝试了很多种方法 早期的时候渲染航天是科技孵化机 后来就说太空殖民 以及现在的中国威胁论等等 目的就是为了多拿一些经费 但是根本没用 美国人就一句话 劳民伤财 必须削减经费 于是从1960年代开始 NASA的经费 就从美国政府支出的4.5% 一路跌破1% 现在基本保持在0.5%了 但是航天这个东西吧 你看这平时好像没啥用 但是没有了它还真不行 比如我们现在的军事武器 民间科技 有很多都是由它因变而来的 如果抛弃了NASA 那么美国就失去了军事和科技的未来 因此美国政府还必须养着NASA 让他们去搞出一些东西来 那怎么办呢 2000年后 NASA的一些人就开始提了一个意见 将航天项目商业化 简单来说 就是将美国的一些航天项目 下放给民间航天企业 让企业们去相互竞争 这样一来 政府的经费支出就减少了 民间也没有怨言了 NASA和他们关联的航天企业 也有钱挣了 一举四得啊 其中SpaceX和蓝色起源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们一方面拿着NASA提供的订单和技术 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讲故事 吸引了一大波的关注 就以SpaceX来说 当初联营一号三连诈 几乎就要破产了 但是靠着NASA的订单一直坚持了下来 最终才完成了涅槃重生 成就了马斯克的传奇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NASA模式之上 我为啥说不用神话星舰 就是因为这 其次 马斯克的口号是移民火星 而星舰只是火星移民中的一环而已 火星距离地球非常远 航天器需要半年左右才能到达 火星表面天气也非常恶劣 想要移民火星 可不单单是靠火箭发射技术才行 还需要中转站 登陆器 地面建筑等等一系列的环节 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和研发才行 而SpaceX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最终靠的还是美国NASA来主导 和其他商业航天公司一起努力才行 这打的就是一个长久战 时间可能是几十上百年 那问题来了 美国NASA真的可以吗 他们连登陆月球都做不到 凭啥登陆路途更远 环境更恶劣的火星呢 如果NASA不行 马斯克移民火星的口号 最终也只能被迫沦为小话 因此星际是个好东西 但是过分神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相信他们能移民火星 还不如相信中国模式更好呢 也只能移民火星 我有点算IX